作为海峡青年节的重要主旨活动 峰会为两岸青年搭建了最具创新力和多维视角的平台 本届峰会以中国梦中华情为主旋律 以追梦住梦圆梦为主题 通过发布两岸青年交流合作项目 展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成果 分享两岸青年携手合作故事等方式 进一步体现会台措施给台湾青年带来的获得感 展现海峡青年节作为全国性两岸青年交流融合 绝佳平台的魅力 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 他认识到统一这件事情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参与在这个 推动和平统一的运动的进程当中 我还觉得还蛮不错的 他们这么小就可以来这边 来了解这边周遭的一些环境 对那我也希望说他们回去 然后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正面上面的一些宣传 让大家了解是说这边的一些生活 或是这边的一些环境 还有这边的一些变化 让台湾的岛内的朋友他们知道 对不要再听信一些媒体的一些断章取语的一些 这种错误的一些讯息 此外许军豪韩雅诺等五位台湾青年代表 结合自身或团队成长经历进行有获得感的分享 展现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奋斗成长故事 其实我第一次来参加峰会担任分享嘉宾 那其实我能把我一些经历跟一些感想 分享给一些台湾甚至是大陆的一些青年 我觉得特别棒 我觉得当然帮助很大 因为减免了很多手续 而且减免了很多你不理解的方面 你就不会像以前可能要绕来绕去 那一旦有这个优惠政策 对大家来讲 对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感谢观看